先来看诺神的大作 敦克尔克 说到最近最火的电影 莫过于诺兰导演的敦克尔克了 那么在去电影院瞻扬诺神的大作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影敦克尔克的历史背景吧 下面是1分30秒 疑苏知识小百科 计时开始 1939年9月1日 德军占领波兰促使了英国和法国向德军宣战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义 成功侵占波兰之后 德军准备向西边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进攻 法军把军队驻扎在马其诺防线 英国则把军队驻扎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交界处 当德军在侵占卢森堡后 成功越过了马其诺防线 开始向法国进军 导致英法联军节节败退 被逼往法国西部 当下英国首相丘希尔下达撤军命令 而此刻德军攻占数个岗口 联军只能选在敦克尔克等待救援 但因为敦克尔克的水位较浅 船只无法靠岸 英军只能选择从敦克尔克上唯一的防波堤上船 导致救援行动非常缓慢 德军通过轰炸机向往外救援船只进行轰炸 同时也向在敦克尔克海岸上等待救援的英军进行攻击 导致英军死伤惨重 就在救援进行到将军时 英国小镇拉姆斯·盖特的民众自发成立救援队 驾驶自家小船前往敦克尔克参与救援 一场原本以为只能拯救三到四万兵力的行动 在民众的帮助下 总共拯救了338226条生命 洛兰导演的电影《敦克尔克》 讲述的就是以此为背景的一段故事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效果最好的MF全亚洲只有曼谷有 好大的屏幕啊 刚好登克尔克 看完了敦克尔克 我会来二刷的 来二刷的 来二刷吧 二刷的 二刷三刷 我会来二刷的 能把战争片拍成悬疑片的应该只有诺神了 以下内容设计剧透 据说敦克尔克是过来第二短的长片 只有107分钟 但这个107分钟看得我完全被一种莫名的黄光红罩 赶紧压一下 它没有那么多血腥的打斗长片 应该算是在血腥场景上描述了非常坚实的电影了 给你 看你耶 她也有做Vlog 而且我很喜欢她 我喜欢她 欢迎讨计划 我是KarlyKlaus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欢迎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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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去电影院 斩养 顾身的星座的话 一定要选择安排自激光天 因为效果比较好 对 对 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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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好多人在排队 網紅洗茶 有那麼好喝嗎 有那麼好喝嗎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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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